她手捧鲜花当着伴娘团的面 从18楼一跃而下 这个绝望的新娘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做出如此令人痛心的事 就在刚刚 原本美好的婚礼现场上 本营放着新郎和新娘美好记忆的难力 却突然变成新娘打麻将一条三的画面 新郎看见当即就放开了新娘的手 为了缓解现场尴尬的氛围 伴娘在耳边轻声提示新娘让她装晕 新娘也很配合 一下就倒在了地上 当他们来到后台时 新娘的母亲当即就冲过来给了她一巴掌 现场播出的视频让母亲丢尽了颜面 可新娘还在顶嘴说视频不是她放的 母亲责怪她 要不是因为她从小就放荡不羁 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这种影片又怎么会被放出来 事后新娘便开始询问几个姐妹 到底是谁干的 因为这段影片只有她的几个好闺蜜才有 但众人都表示他们已经删掉了那些画面 就在几人相互猜疑的时候 现场播放视频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房间 她说当时只知道有人拿着U盘来表示要换视频播放 但是她并没有提前检查里面的内容 并且当时也没有看到递给她U盘的那个人的脸 只看到递进来的那只手上戴着紫色的花环 而这个花环和闺蜜小敏手上的一模一样 随后另一个闺蜜又从小敏的包包里 翻出了被掉包的那个U盘 大家都不可思议地看着小敏 小敏一下就成为了几人谴责的对象 但是U盘为什么会出现在她的包里 她也说不出任何理由 新娘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帮助她一手操办婚礼的好闺蜜 竟然会在这种场合放出她的不雅画面 小敏费进口舌解释这一切不是她做的 但是在这样的铁证之下 大家都没有办法再相信她的话 就在三人在外面责怪小敏时 婚房内的新娘拿着口红在镜子上写下一言 然后拿着床边的灯架走向落地窗 当门外的闺蜜听到声音冲进婚房时 新娘已经打碎玻璃站在了窗台上 姐妹们哭泣请求新娘不要冲动 但下一秒 最终她还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结束今天遭受的屈辱 而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几个闺蜜都被吓傻了 原本喜庆的婚礼却变成了新娘最后的生涯 葬礼上 几个闺蜜还在为视频流出的事情相互争吵 他们责怪小敏根本不配来参加葬礼 就在这时新郎也来到了现场 她刚到就被记者采访询问事情经过 新郎却表示她从不知道妻子是这种人 听见新郎的回答 新娘的妈妈也当场甩锅 对着几个闺蜜说她的女儿要不是因为和她们在一起鬼混 也不会做出如此出格之事 现场的记者听见这番话后对着几人纷纷拍照 想要询问他们事情的经过 无奈之下几人同时逃离了现场 而新郎为了让这次舆论不影响她的政治生涯 她决定把妻子和闺蜜们鬼混的照片公布给媒体 好让媒体把注意力都放在这几个女人身上 当四个闺蜜得知新郎要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也准备联合起来拿到新郎的把柄做出反击 只见几人一席肉丝配短裙 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 一进包房就带走了新郎的好兄弟 随后他们就把新郎和好兄弟一起玩耍的照片 发给了正在开发布会的新郎 新郎看见后脸色突变 原来准备公布闺蜜几人照片的她瞬间怂了 只能匆忙了事结束了发布会 其实新郎和新娘也只不过是协议结婚 两人都清楚对方的那些爱好 所以新娘的几个闺蜜对新郎的事情也了如指掌 而另一面 新娘的哥哥正在查看婚礼现场的监控 在监控中他看到一个全身红衣的陌生女人